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另外一位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懿 瓜哥這不是很流行那個 十年挑戰嗎 就是大家都會PO出自己 十年前的照片 看一下那個衰老的程度 對 流行了 對 然後所以衰老這個話題 就是大家一直很熱議的一個話題 對 然後演藝圈有非常多的動靈女生 值得用我們的效仿 像是徐若瑄 賈靜雯 徐露兒 就會覺得說 天啊 為什麼他們都不會衰老 好好喔 我好想跟他們一樣 就是勤勞 醫美勤勞 你們兩個人 我跟妳講 其實現在醫學發達 要動靈是蠻容易的 最重要是器官 就是俗稱的 蛤醉 有水 我們器官要健康才重要 對不對 大腦在二十歲就開始老化了 對 眼睛跟心臟 三十 四十歲就開始老化了 這麼早 妳都不知道 妳看 妳們剛剛女生生下來的時候 就大概兩三百萬個卵子 對 就從月季慢慢慢慢慢慢 你看到四五十歲的更年期 妳的卵子就沒有 流光了 這三個字聽起來不舒服 所以妳要注意啊 人體從二十歲就開始衰老了 這些器官要顧好 對 才最重要 不是顧那個外 好 第一個 女性老得快 竟是卵巢衰老沒顧好 敬佩瓜哥 越懂越多 是哪裡 女性這個兩百萬個卵子 出生的時候兩百萬個卵子 到三十五歲卵子已經三十五歲 卵巢就三十五歲 到五十歲卵巢就五十歲了 跟男生不一樣 男生的精蟲都是 75天前才開始製造的 對 男女這一點是滿不公平 所以她沒有年齡的分別 對 女生 男生那個年紀越大那個量 活動力什麼還是有下降 可是妳知道 她千千萬馬只有取一名冠軍而已 對 其他都不要 那女生這兩百萬卵子 最後一輩子 只有錄取一兩名而已 對 只有剩一兩位 門檻比較窄一點 這滿嚴格的 所以女生是比較辛苦 那我們講這個老化 卵巢老化影響女性 確實相當的大 外觀是一回事 內在也影響 大概平均台灣天津 現在是五十二歲左右 那四十五歲以後到五十五歲之間 大家可能都比較能接受 當然很多婦女朋友 四十出頭覺得說 怎麼 我已經更年期了 怎麼會這樣子 那醫學上告訴你正常 很糟糕 真的很令人傷心的事情 是說四十以後 這四為正常了 我們的書從古代到現在 都認定四十以後 停經叫正常 那三九以下 四為叫做 卵巢早期衰竭 早期衰竭有幾個因素 一個是遺傳因素 再來就外力的 包括放射線 化學治療 開刀 比方說你把卵巢切掉一部分掉了 或者說這個藥物 一些特殊的藥物 還有就是生活作息 各種壓力造成的 不管工作或生活的 另外就是說這個 不好的生活習慣 那當然有一個是我們政府 大家都要一起努力的環境污染 那我們怎麼樣知道說 自己是不是快要提早老化 就是你更年期你知道嗎 因為月經沒有來 或者很亂知道 那在那個之前 怎麼樣提早發現問題 就這個表 在家裡可以看錯的是這個表 這個表怎麼回事 就是說如果你發現你的月經 好像以前都28天 現在變成27天 或是26天 而且連續好幾個月都這樣 你不要不當一回事 然後如果你發現你的量 本來都來5天 現在是來4天 好幾個月都是只有剩4天 剩下3天 那個是有問題的 那個用衛生物的量 發現逐漸減少 不要覺得很高興 比較省錢 不是這樣子 那個也是在老化中 所以有人稱它為 叫更年前期 就是說更年期之前 那有一個分數就這樣看 看你的年齡 看這個來的天數 天數裡面也包括量 然後加上這個提早多少天 那你會發現 就會得到一個分數 從5分以下是正常的 如果5到10分 是以輕度的衰老 那10到15分 已經是中重度的衰老 大家回去好好看 用算數算 那當然如果說 你發現這些問題以後 你去找婦產科醫師 去做檢測 你可能會 他可能會幫你測一個叫FSH 或者LH 一個叫E2 就是女性的荷爾蒙 跟腦刷水體荷爾蒙 是 因為老化是一個很難抵擋的機制 你知道嗎 一旦啟動我們就很難抵擋 那醫學上只會 比方說像我的話 我常常會勸病人說 你要不要早點 改變那個生育的構想 就是要不要改變你的計畫 那有些人會去吃 補充一下 那有的人會 那有的人會 就想寫來本書 就38歲是一個很大的關卡 可是如果你來了 發現你才35 才32 就已經這樣的話 表示你比別人早 那這些38左右 發生這些狀況的人 他們有沒有立刻停經 不會立刻停經 可能就在了 還是51.2停經 所以還有10幾年 所以我常常說 這個是上天給你一個提醒 就是登機之前 有一個叫Final Call 怎麼還沒登機 您Check in了怎麼還沒登機 趕快登機 你說有男朋友的 有對象 結婚了怎麼不升 趕快升 來得及 就這時候你改變計畫說 快點升吧 不然你會來不及升 因為他原來不知道的話 他就一直等到40歲說完了 我已經停經了 除非他不想要睡 對 如果他知道的人會說 早知道我當年就先生一個 像我們那個時候30 我32歲生老大的時候 其實已經算完了 那我在前兩年的時候 所以剛剛醫生在講的時候 我30幾歲的時候 沒有考慮到說 我是不是會有染草 提早衰老的這件事 我只是前兩年的時候 我的經期非常不正常 就是開始三個月來 兩個月不來 然後又這樣子 就是這樣 我才去看醫生 那時候醫生給我的建議 居然說 他說你48歲有點早 現在醫生說30幾歲 結果我更年期這個 我真的覺得太早了吧 38歲有危險的 危險對不對 然後醫生就跟我說 他說如果你要的話 你就乖乖吃 他就不要開藥給我吃 然後他就跟我寫好日期 以前念書還沒這麼認真 還色形勢力耶 這個藥是要吃幾天 對 完了之後 隔一個禮拜之後 又要再幾天吃 吃完之後 又乖乖的來了半年 可是半年之後 它又不正常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提醒大家 如果你沒有 你想要小孩 但是現在又沒有計劃 要生小孩 那你不如去凍卵 對啊 現在我就去凍卵了 你有去嗎 我已經凍卵了 就是去年12月的時候 就去凍了 幾顆 那很年輕啊 很厲害 對啊 因為他其實動的之前 我很害怕 我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取出很多 然後所以 因為我最早的時候 二十幾歲的時候去檢查 然後醫生就說 因為我的作息很不好 然後 如果我再不好好保養的話 那可是那時候二十幾歲 我就覺得 不是很在意就還好 可是到了後來過三十的時候 去健康檢查 就發現我的卵巢 除了有可能提早退化之外 他還有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我現在也沒有很想要生 我就想說 那我就先動著好 像一個買保險的概念 對 然後排卵針第一次 是打長效型的 因為等於是說 以前傳統的 就是每天要一直扎枕這樣子 他說我太辛苦 那就是可以就是先打一次 那個長效型的 可是第二次 他在觀察我的狀態的時候 他就說 因為我有多囊性 然後我的肚子那時候 已經大概有二十七顆卵子 正在醞釀當中 對 他說他就很害怕說 他如果再打這長效性的話 他無法拿捏他的那個 藥效什麼 分量 藥勁 然後就說那辛苦一點 就是第二次在打的時候 變得是要 就短效 就是真的是 可能一天要打 間隔 對 這樣子的話 如果不對勁的時候 你就先不要打 然後趕快去救醫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 就很順利的就 一次二十七顆取出來 然後 對 二十二顆顆 二十二顆都是 很優良品質的 然後有 對 有兩顆是OK的 然後有 那妳不需要用到那麼多顆 對不對 可是其實我那時候很害怕 因為他們的建議都是說 至少就是要動到二十顆 因為不是一次就一定懷孕 對 各位知道他是運氣好 他年紀輕 那都還不錯 很多三十八四十歲的人 是一次去取了半天兩顆 一顆 放那麼多錢 而且還有零存整腹 就是要先存一大堆 但是只能做一次 為什麼要存 因為四十歲以後 常常都要植入三顆胚胎 才有機會懷孕 四十歲以下都會植入兩顆 三十歲以下植入一顆 那對他們四十歲的人 他最少要存了三四顆 才能做一次而已 對 那他這個年紀輕的話 他就不用 可是他現在存的卵 是比較年輕的卵 所以感覺像二十顆 也幾次就用完了 對 他到時候用不到的卵是怎麼 要送給你 要送給你 要收費 要不要要收費 營養費 那有小孩那個消費 不好意思 所以現在大家注意到說 健康概念都很有 所以有人突然體重增加 或突然多毛 痘痘痘 越進不來 就會注意到像多囊基卵巢的問題 那還有一個問題大家要注意 就是現在很多女生追求 體重的問題 就無限制一直想要減重減重 那一些青少年 學生都一直想要減重瘦身 有時候都過頭了 像我在門診曾經碰過 有一個高三的女生 媽媽帶來看診 因為她就是 那婦產科醫師就診斷說 那卵巢功能不好 怎麼會那麼年輕會發生呢 然後同時就跟她建議說 她懷疑她有點貧血 就希望說來我們醫院 做個抽血檢查 我們就檢查一下 發現說年輕女生不但有貧血 鐵蛋白量很低 還有一點啞鈴床的 甲狀性功能抗進 就說什麼了 怎麼一切的狀況都不太理想 媽媽就說是因為 其實她愛漂亮 就是現在大家追求那體態 都已經沒有極限 就自己在買擠椰要吃 吃了大概半年 擠得要吃吃 瘦得很好 瘦了七八公斤 瘦了很多 那瘦下來之後 變成什麼都不想吃了 就一直很怕再胖回去 瘦了還想要更瘦 那連個性都變得很古怪 所以在班上好像同學都相處 不是很融洽 那自己還吃免 就擔心說好像自己 對自己的要求很嚴格 就給她一個正確的建議說 你應該是要好好的 選對食物吃 你應該還是要補充好的蛋白質 你只要少吃澱粉就好 不需要這樣應驗廢食 那所以慢慢她的營養 顧回來 那慢慢的婦產科的調整之後 她運氣才慢慢恢復正常 所以這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像我21歲就開始生 生到32歲 四胎 然後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都是剖腹的關係 還是月子沒有做好 然後再加上就是 就是常常要出國 可能要工作 煮吃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 有的時候 我的皮包裡面 帶最多的東西 不是衛生紙 獅子巾 都是衛生棉 因為我的量很多 然後多到我只要 比方一起生 就是一搓這樣 一湯的血 從血絲到血塊 然後我就去了婦產科 去照超音波 超音波那個醫生就跟我說 你是子宮整個90度的厚尺 然後下屈 所以你能夠再懷孕也不容易 然後他就說你要不要就是 就是要吃一些排卵的東西 我說有的時候 因為我會吃那個避孕藥來檢 就是來控制 我就不要這麼容易懷孕的事情 然後再加上他們又說 吃那種避孕藥可以皮膚變好 因為我發現 以前都沒有什麼金錢症候群 現在只要MC要來的前兩個禮拜 然後體重一定會胖兩三公斤 然後一個月一定會來兩次 一次都來七到十四天 等於我每個月都在流行 嚴重 所以我就不知道說 為什麼會這樣子 當然跟你生事態也許有關 一點點關係 但是最大的關係可能是 超音波照有沒有子宮肌瘤 還有子宮肌腺症 還有子宮內抹肌肉 子宮內抹增生 子宮內抹癌 這堆東西先排除掉 還有卵巢有沒有腫瘤 一定要先排除這些 這些氣質性的問題 包括卵巢子宮 子宮內抹通常要先排除 那所以正常來講 月經正常是應該兩天到七天 那你如果你十四天 一定是要查原因 很多人都以為 這些都不會痛 子宮肌腑也不會痛 只有肌腺症會痛而已 子宮內抹癌也不會痛 內抹症也不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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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的疾病是不會痛 大家不要以為痛才是症狀 所以你應該建議他 去做個徹底檢查 對 做個檢查 因為像我就遇到一個病人 他其實也是想要懷孕 那他就是大概35歲左右 然後他也平常沒有在工作 然後看起來好像就是 好像沒有什麼壓力 可是其實他就是在準備 公務人員考試 因為他想要懷孕 然後問他什麼時候 開始準備想懷孕 他說從30歲就開始想懷孕 可是他覺得說 反正現在也還沒有太雄厚的經濟基礎 就算沒有成功也沒關係 所以他就抱持著 有也好沒有也好的一個心態 可是一直到有一次 他就突然覺得說 為什麼他的月經 突然就一個月都沒有來 然後下一個月他就來三次 對 他就覺得這樣子 真的是太奇怪 然後他也很困擾 因為最後面那一次來的餐 就在那邊滴滴答答 就完全沒辦法停 感覺一整個月都是月經 他去看婦產科醫師 醫生就有幫他診斷說 你這個可能是 你要受孕可能是會有點難度 可能需要調整一下這樣子 所以他那時候他才驚覺說 原來他身體有這樣的一個症狀 然後後來我又問一下他平常 有沒有比較特殊的一些飲食習慣 然後他就講說 有他其實有時候覺得壓力很大 他已經慣性的 就是習慣在下午的時候 都一定要吃一塊蛋糕 然後一定要配一杯珍奶 好多女生線都這樣 所以其實他身體就一直長期 也是在處在一個發炎反應上面 就是飲食的部分 就有建議把這一些 把它那個不要做 然後飲食 藥就配合醫師的用藥 所以其實他這樣調整完之後 他的第一個他月經就有OK了 那飲食的部分他就是可能補充一些 像一些維生素E 或是一些那個B群 葉酸Q10的部分 然後慢慢調整 他到最後 他好像在38歲的時候 他有懷孕 冬腦菌卵巢大部分 使用那個排卵藥 大部分都可以懷孕 這個難度還不是太高 但我分享一個案例是 真正的卵巢老化 就是他那個病人 36歲來找我說 奇怪 我月經已經三四個月都沒有來 我說你有可懷孕嗎 我是有想 覺得是有可不可能 但是驗的是沒有 我說那我們也是再確認一次 還是沒有懷孕 我說那你會不會覺得有時候會 發熱 冒犯心劑 他說 偶爾很少發生 但曾經有發生過幾次 我說會不會是快更年期了 他說不會吧 我才36歲 我說 二十幾歲三十幾歲 我都見過一堆了 怎麼可能我36歲不這樣想 一驗就剛剛講了FSH 偏高很多 一般超過二十大概就是更年期了 他就超過二十 他問我怎麼回事 我說你有沒有覺得你的作息 他說作息是很不正常 我說壓力很大 我說你還有沒有其他不好習慣 他說坦白講我抽菸 我說你抽多久 從大學二年級抽到前兩年 想懷孕的時候才停掉 所以抽了十幾年 我說量 他說量 最嚴重的時候曾經一天一包 我說你這個嚴重 他說要不是想生孩子其實也沒有停掉 因為生的壓力很大 然後常常就一堆朋友在一起 大家都抽菸 我說我們女性抽菸的人口越來越多 這也是個不利的因素 抽菸對人體的影響相當廣泛相當大的 那講了這樣有點 讓人家沮喪 我來講一個比較有趣的案例 比較武武人心的 我們我有一個病人就相反的 他是 他的卵巢癌是一種叫惡性生殖細胞癌 所以我告訴他說 其實你只有生過一個對 他說對 我說我判斷你是第一期的話 你要不要保留子宮跟對策卵巢 他說想 他說這樣風險 我說風險不會很高 因為你比這種 這一種卵巢癌就是比較好的那一種 他說那接下來 我說接下來還要化療 他說還要化療 我說對 這一種還要化療 但是你可以保住其他的部分 也許你還有機會懷孕 他說真的嗎 化療期間他果然 就停了以後 我說那也是天醫 沒辦法 結果過了一年他跟我說 真的耶 我說真的嗎 我再測一下荷爾蒙 正常了 所以人體有些時候 像這種藥物治療的造成 有時候他還能恢復 結果過了四個月左右 他居然跑來跟我說 恭喜 好棒喔 後來他就生了第二胎 所以我們也要有一些 正面的鼓勵大家一下 不然天天都很恐怖的 對 太厲害了 一束曙光 對啊 因為其實我們那個 軟巢洞鈴 是有小秘訣的 我們有一道料理 就是我們的烏魚 麻油然後跟豆漿 其實麻油 它本身是一個 還滿好的一個脂肪酸 而且它就是有 含有非常豐富的 維生素E 那其實像烏魚 大家可能就是 一般比較常去吃到烏魚子 對 然後烏魚通常被 就是可能就不太使用 所以其實它也沒有到很貴 可是它對於女生來講 它就是保護 我們的一個軟巢 還有就是 對我們的一個軟巢品質 是很好一個蛋白質來源 因為它本身又有 然後再搭配那個豆漿 對 因為其實像豆漿 會建議就是很 要喝無糖的 然後如果說裡頭的那個 大豆翼黃銅 它可以調節我們身體 天然的一個 荷爾蒙的部分 所以其實說女生如果想要 讓我們的軟巢動靈 或者是你想要 其實你每天 就一個禮拜你可能五天 像我之前那個個案 它就是五天都有一道菜 就是用這個去做取代 其實它就可以把我們這個身體 就是調整得比較好的狀態 來 第二天 好 第二條 腦袋不靈光 病探性老化再高 這裡很多人都有 所以我們大腦不靈光 其實它原因很多 那其實這種三分之一 是跟我們的基因有關 這樣沒辦法控制 但有三分之二的原因 是可以改善的 包括可能教育程度 要終身學習 避免腦傷 你不要一直看著我 對 我是看著大家 其中還有另外一個最重要 就是慢性病的控制 那這些控制的關鍵是什麼 在五十歲的時候 五十歲 有一個研究很有趣 就是測試高血壓 對我們認知功能障礙的影響 他們把一群人來研究 他發現說五十歲有高血壓 你就好好控制的 可以降低失智的風險 相反你沒有控制 你會增加40% 失智的機會 如果你是六七十歲才高血壓 再來控制 其實對於後面有沒有會失智 其實沒有太大的觀念 所以關鍵在於 在於慢性病的時間 你時間越久 你對我們腦越傷害越大 如果你已經七十歲了 那時候其實就沒有影響那麼大 所以說高血壓要控制 那在糖尿病 糖尿病如果控制不好 會增加兩倍失智的機會 那還有肥胖 會增加一到兩成失智的機會 所以這些慢性病 都會讓我們血管硬化 讓我們的血管硬化 然後讓我們的腦部發炎 然後受損 那這些控制的話 就會跟後面你失智的那個 整個過程 會有很大的差別 就是門診有兩個老太太 大概七十幾歲 那都是小孩帶來門診看說 他媽媽好像 記力都不太好 那都很多東西都記不住 可是他們當時其實除了說 反應比較差之外 他們還可以走路啊 可以講話這樣子 那那時候我就跟他們 幫他們做那個 失智的測驗 那失智測驗 我們通常會做幾個測驗 第一個就是腦部的電腦斷層 看他腦部的狀況 兩個都有輕微的萎縮 就很輕微而已 那幫他們做那個 認知功能檢查 那個滿分是三十分 他們大概都二十出頭 就是在 輕微的獅子這樣子 那那時候我就跟他們講說 那沒關係 我會開一些獅子藥給他們吃 那剛好他們又有高血 糖尿病 我說你們這些慢性病 要控制好 那順便交代家人說 那除了這些藥物的治療以外 那你們要多帶老人家出去活動 最好能夠做一些運動 那飲食上面最好吃一些地中海型飲食 可以幫助他們大腦健康 那這兩組回去之後 一組的家人因為忙於工作 你知道都沒有辦法照顧老人家 所以老人家大部分都在家裡 那另外一組呢 他們小孩子就非常的認真的照顧那些老人家 經過這兩年之後 有照顧的那個老人家 他的整個狀況都還差不多 甚至我覺得他整個情緒的心情還比較好一點 滿開心的 那另外一組沒有照顧的 沒有好好照顧老人家 因為他記憶力也不好 所以那血壓 糖尿病藥也都沒有定期吃 所以控制得很差 那他也沒出去活動 所以兩年之後他來 他就坐在輪椅上面 然後整個都是 就是摔退得非常厲害 然後也不能講話 本來還可以講話也不能走 就真的是看起來差別很大 那我幫他們追蹤他們兩個的那個電腦斷層 沒有照顧那一組 電腦那個腦部 整個圍縮很厲害 所以這個其實 慢性病的控制 還有後續的生活的上調理 對於獅子老人家差別非常大 對 我們剛剛提到說 荷爾蒙 女性荷爾蒙齒激素 它對人體的影響不是只有表面 對體內也一樣影響它的老化 我舉個例子就是說 我曾經有一個病人 他在門診的時候 跟我的敘述是這樣說 他說我一直覺得 我是不是真的記憶力不好 然後停經 或者跟人一起真的記憶力會不好嗎 我說那你是有什麼困擾 他說我本來 就一直覺得不好記就算了 我東西常常都找不到 那就一直認為是外傭偷東西 那家裡人說 應該這個外傭看起來很乖 應該是不會的 他說可是我東西為什麼找不到 他說可是下次在那邊又找到了 直到有一次發生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冰箱旁邊有一個 牆上掛了一個電話 結果有一次人家電話打來 他接完電話以後 從此以後就找不到一塊某布 你知道 那時候他在某布在插冰箱 可是某布就找不到 他說這麼神奇 我接完電話抹布就不見了 然後他說 媽這外傭不會偷你抹布 你抹布什麼做的 對 結果 過了幾個禮拜之後 有一天 打開冷凍庫 發現裡面一團東西 這什麼東西 抹布 打去解凍一下 那個 他說 媽一定你自己放的 誰幫你放某布在裡面 他說 應該是 所以他那一次之後相信說 記憶力真的不好 我說對 此基礎它影響了怎麼樣 其實不只記憶力 包括 包括這個 各種方面的東西 它的中樞就在那個海馬回 跟那個前額葉的這個皮質 這些地方做研究發現說 當你把你去看門下降以後 去查這些地方都有改變了 那在停經之前是好好的 所以說 醫學上已經證明說 這個是真的 真的是受它影響了 所以 像鄭醫師常常到處演講 寫書 是為什麼 不是會賺錢 他是為了 對 每個記憶 對 男性其實也一樣 真的 你如果不工作 你馬上變呆子 這種掉東掉西常有的事情 我那天要出國 對 我來在那邊整理藥 他一定像小藥房一樣 什麼雲基藥 病藥 什麼 什麼過敏的藥 什麼藥 一定準備好好的 對 就是忘了帶一個什麼 那個肌肉鬆弛劑 對 因為我那幾天腰有點痠 就怕會比較緊 他說有啊 整包 我是丟進去的 結果到那邊 找半天都找不到 結果 結果回來看 行李箱旁邊的地上都沒拿 你看 就千 你看 你一定會妄東妄西的 對 常常電話都掉東掉西對不對 是 所以電話不能關靜音 對啊 你關機打 有想就找不到啊 沒有 我想跟醫生講 其實這不是有年紀的人這樣 應該年輕的人也 常會發生這種事 所以年紀越大 越來越重 又會啊 尤其很多 或者一個人 忘記了 要想一陣子才想起來 對 實際上就更有關 對 你知道嘛 就那個嘛 對 人喔 這個人會想不出來 可是旁邊的人都講不出來 老化是 沒有辦法避免 人在生活就一定會老化 可是我們可以靠一些工作 或者是飲食啊 習慣來減緩他的老化 可是如果老化 遇上一個疾病的話 會更嚴重 他的診所檢查也都沒有跟他說怎麼樣 那最後因為受不了一些公司的壓力 他就自己辦例子 然後他就真的去當機桶 然後也聽說滿靈的 然後心臟很多 那有一天呢 他就是聽說起機完之後 就沒有退假 然後就一直發抖 那最後撐了大概半個小時 這樣心中想說完蛋了 可能那個神仙生氣了 沒辦法這樣子 結果昏迷之後沒有呼吸一下 就直接到急診來 幫他做一個電腦斷層 我本來想說 大概四十幾歲 不太可能就是腦出血還是怎麼樣 身體也很好 結果發現了 他大腦有一些影像是 一動一動的 就是一種毛毛樣疾病 Moya Moya disease 這種疾病其實是一種 那大部分在年紀很小 三歲以前 他會有些人會因為這樣 常常就癲血 然後失智 然後又晕倒 又爬起來這樣子 那可是其實他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所以他血管夠 那個血液夠了之後 他又沒事 那到四五十的時候又開始 因為年紀又開始老化了 血管又變細了 所以他症狀又發生了 是非常特殊的疾病 那第二個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 我們最常見的 水腦症 一個很有趣的 一個68歲的軍官退役 然後他就買了一塊地 在山坡上種樹 他之前都沒事 然後68歲還去爬樹 摘芒果 他從身上跌下來 他來的時候是腰痛 他其實來的時候腰痛 然後他就走進 在走的時候就覺得 六十八歲還可以當猴子 現在很多 剩下很多 還有七八十歲在剪原液的 那他主要的問題是說 他是腰痛 所以我們就幫他治療腰痛 那腰痛確實治療好之後 他回診 家屬跟我說 他方醫師怎麼治這個藥之後 他每天都尿床 所以我說怎麼會尿床 結果我問他說 你在地上的時候 是不是感覺是 像踩在那個軟墊上面 都覺得踩不穩這樣子 那家屬也有反映說 他其實開始有一點腦部退化 認識人 肌力都開始退化 那其實在我們腦外科裡面 或者是神經外科 神經內科 我們都會常遇到一種 意識改變 或者是肌力變差 或者是覺得 步太步 走路像走在棉花塘上 或者是走在雲上 那第三個就是常常會尿失禁 他想要尿尿 可是他還沒起身 他就尿下去了 那這個非常常見 這個一般來說是 水腦症的開始 水腦症如果輕微的 就可以增壓腦部循環 藥物的控制 那如果嚴重的話 其實是把一些多餘的水 引流出來 他就可以治療了 不需要大腦這樣開吧 腰椎打一個洞 把水抽出來 就可以把水降 對 他的腦會流出來 你看醫學多進步一些 對 那就是因為我大二的時候 就是 就是有打工嘛 然後就被朋友載 就被那個降車追撞 就追撞之後呢 包括當天 然後到我清醒那三天 我的記憶力是沒有的 就是 空白 對 我是空白整個都不知道 我連當天去上課的那些記憶 完全是沒有 然後就想說 那我應該就是一直 一路昏睡到第三天那種感覺 但沒有這中間我的友人說 我在旁邊就是 本來是三個醫護人員在急救 然後要輕創什麼的 結果後來搞到五個人一起壓著我 可是這這麼 照理說這麼疼痛的記憶來說 應該會一直停留 可是那個記憶完全沒有 而且又很尷尬是 因為你看20歲開始老化衰退 對 然後我剛好那個年紀 也就是差不多20歲左右 有時候我搞不清楚說 到底是摔退 車禍摔退還是因為年紀摔 那個不是摔退 一直是出車禍撞到 對 可是然後在那一年 腦震得很會喔 可是醫生他那時候判斷 我都外傷比較嚴重 就是有快見骨的那種 對 然後可是 問題是照那些超音波 都說還好啊 看起來是OK的 就是輕微腦震得 但是那一年喔 就是車禍後那一年 我整個就是 頭會就感冒 輕微感冒就劇痛到不行 但是查不出原因 後來一年就是 我朋友帶我去日本 然後就說 我們今天去找一個 我認識的社長 我想說社長就是要禮貌嘛 然後日文我又不是很信 我就問他說 那打擾了那個日文怎麼講 然後一路上 就是一個小時的車程 我重複問了他20幾次 就講到最後他跟我說 你就微笑就好了 他說你就不要再說什麼打擾 沒關係這個由我來這樣 然後對 我就覺得天啊怎麼會 老實講我20歲之前的記性 一定是好到一個不行 現在不行然後再加上 生完小孩有人說 會 對 然後我生兩個小孩 我想說那要笨多久 就這樣就是最近又換工作 然後就覺得要學很多東西 可能又加上有年紀 就像那個正義是說 荷爾蒙有影響 對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那種白白種的那個 腦部退化原因都在接近 我現在三十五六歲 三十五六歲 你還好得很 腦震盪本身其實大部分都會恢復 輕微腦震盪這一次 但是 所以國外大部分都是運動員 那種橄欖球員 拿取機手 可是台灣最常見就是 重複了車禍 所以為什麼要戴安全帽 機車車禍去撞到或什麼 重複常常在撞到 腦傷的 有誰希望常常被撞到 不是 你車後撞過一次 還敢再騎摩托車 不敢後來就不敢 有很多人不太敢 但是重複是被載的 通常摔的是最嚴重 對 凱特的那個 凱特那個我也想到 好像以前也有那種 運動員橄欖球 他們一直撞到那個腦 所以他們到了那個 那個電影有演 對不對 也是這樣子經常受傷 對 後來沒多久 退役下來那個十幾年 就會發瘋 就是自殺 太痛了 職業傷害 他的腦撞壞了 會脫離那個骨髓的地方 其實這個 外傷其實是增加老化 提早老化的因素 有沒有說老化是持續在進行 那我們飲食跟那個生活習慣 可以減緩他老化 可是你外傷會增加老化的速度 有些甚至你已經到老化 或者已經老化的程度 你在外傷之後 他就不會恢復了 那你如果年輕人 你還持續在進行式的其中 你如果有外傷 你就要好好保護他 趕快把他照顧好 避免再次發生 還是呼籲大起風 或者真的蠻可怕的 對 我們有時候看到摩托車 前面還壓車 沒錯 這個山倒的時候 沒有 你要失去 能擠則擠 沒錯 我們很怕撞到他 真的會很怕 對 還有砰 什麼聲音 他在那邊走 一樣擠對不對 一樣擠 要放到照顧鏡 然後腳撞到你的回頭 那我一下 都下來看 因為看樣子好像輪車撞 對 是他肉底撞到 對 我很氣壓就擠 每個都這樣 對 擠到前面開始滑手機 然後綠燈到 對 一樣畫 好難喔 我跟你講你們都沒有聽鄭醫師講的 那一句話比較恐怖 他說你們要傾聽出這句話 每一天都有一個年輕人 每天 我剛才說大學生 每個禮拜死掉三位 機車 機車車禍 每隔一天 大概有一個大學生去世 所以你養到二十幾歲 就這樣騎機車就走了 是啊 你看這個比喻多高 這現況 超高 一年好幾百個 我們今天講這個 腦袋不靈光病態老化 剛剛林醫師有強調說 要長期控制慢性病 可以延緩你腦部的老化 可是有一些狀況是說 你慢性病得了太久 那因為你有固定在用藥物治療 最後還是出問題了 我就是有一個家族的親戚 他是一個三十幾年的 那他是很乖的患者 所以他都有固定服藥 他的糖尿病都控制得很好 所以其實他一直以來都是 乖寶寶沒什麼事 那我在過年的時候 在去年就接到這個長輩的電話 就打電話諮詢 叫我要介紹神經內科醫生 他說因為那個我的長輩 他說最近這兩三個月 好像比較容易 他很喜歡罵人 然後做事情 就覺得會有點鈍鈍的 就覺得說這是日症 叫我介紹醫生這樣子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們過年怎麼樣 他說有 打麻將幹嘛 他說那那個媽媽有打嗎 有 還會虎 那其實我們腸胃科 聽到這種東西 因為我們比較注重的是一些 營養素的不平衡 其實有很多的慢性病的用藥 它會影響你腸胃道的一些 營養的吸收 其中有一個會影響腦部 就是 那像我們知道這個糖尿病的用藥 有一種基底用藥 那叫Metformin 這個藥物的話 本身你長年的吃以後 有時候會 會影響你B12的吸收 那當我們維他命B12不足的時候 就可能產生類似這種 失智的一些症狀 假如說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我覺得好像沒有真的很像失智 你要不要乾脆先家裡 附近的檢驗所自費 先驗一下B12 看看說是不是有問題 結果一驗以後 他真的B12蠻低的 正常的B12大概200到900 一般建議是維持在500左右 他在B12大概是178 就是蠻低的 那我想可能是因為他 吃了30幾年的藥的關係 或許是有差 那後來就說 那你就吃一些B12 然後平常飲食 我們可以 B12純粹在 多補充這些營養素 然後後來半年以後 他就慢慢他的手腳 活動都有比較好 然後脾氣也有好一點 再去抽B12 就回到下線以上 所以就比較OK 就糖尿病的患者 有時候我的病人 有時候我們內科醫生 看久了會忘記 你知道嗎 病人太多來就一直 給他開藥開藥 覺得他只要糖化血射數 控制得很好 就沒有問題 可是有時候 有一些時候醫師會忽略說 雖然控制得很好 但是我們給他的藥物 可能會造成他 其他的狀況 所以有時候病人 自己也要注意一下 什麼 高血壓醫師交代的時候 這個藥一定要不能斷 對 他會斷 這個健康食品沒有叫他不斷 他不會斷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就有一個藥室一樣 對 他不吃很不安心 可是醫師叫他高血壓要吃 量血要OK的他就不吃了 對 其實他更危險 對 其實剛剛講的說 腦部退化的問題 那其實提升腦力是有方法的 就是我們有一道料理 就是我們的那個茄子跟鮪魚 其實像這一道料理 因為我們剛剛講 其實腦部退化呢 其實是 有很多種原因可能產生的 可是我們認為可以做的 就是減少這些自由基 傷害我們腦部 所以可以多攝取一些 就是花青素含量 比較豐富的食物 譬如說像這種 然後紫色就像我們的 對 然後藍莓 然後或是葡萄 或是 等等這些紫色 因為花青素高 它可以抗氧化能力就強 可以抓走自由基 減少對腦部細胞的一個傷害 那其實像這一道菜裡頭 又有鮪魚 那鮪魚是好的蛋白質 那裡頭又有DHA 都可以幫助我們的 腦部細胞的一個發育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顧腦 要提升我們的一個 記憶力的話 其實可以適當地 補充這一道菜 是 茄子也是個好東西 可是很多人不敢吃茄子 很多人 對 如果你們不敢吃 就可以給我 我就可以吃 可是它配鮪魚 沒有什麼茄子 對啊 對 有的人不吃青椒 有的人不吃茄子 有沒有 對啊 可是這些都是非常好的蔬菜 沒錯 他們比較喜歡胡瓜 好溫馳 謝謝 好溫馳 這互相捧 最後一個 腸道會老化下垂 當心便秘腹痛纏身 其實我們腸胃道會老化 這是每個人都會遇到的事情 那我們知道我們腸胃道大腸 是一個摸字型的 從你的左邊直直的 橫過來有橫結腸 然後這邊有深結腸 那這個糞便要從你的腸道 小腸到大腸 是要走一個這個順時鐘出來 然後那這條路的話 大概有 一公尺多 一百五十公分 所以大部分是經過我們這裡 對 這樣順時鐘 那經過這個我們都沒感覺 對 真的沒有感覺 都是到底 有了 對 但是像這種過程 我們那腸子這左右兩條 是定在我們的肚子正背後 這叫後腹腔 這邊的腸子是死的 是不會活動的 可是這條橫結腸 還有左下邊的乙狀結腸 它是活動的 那這個活動的腸子 當你產生老化的時候 就會有所謂的 鬆弛 現在有的就會 那這樣子常常就遇到的問題 就是你會 就運送糞便不是那麼靈活 對 它的推進力不夠 然後它又會下垂 然後有的人它 橫結腸過腸 或影狀結腸過腸 大便都積在那 所以你人家做來運動 這個活動 對 就是要去推進它 那平常我會建議大家 平常要做一些 不要過於劇烈的運動 可以做快走 快走的話 可以適度地刺激腸道的蠕動 但是當你做過於劇烈運動 你的這個血液都跑到肌肉 你的腸胃道會缺血 所以腸胃道的蠕動反而會下降 所以運動是可以 但是不要過量 來做一些順時鐘 以肚臍回中心 做一些順時鐘的一個 推進的按摩 然後吃高纖維 然後每天喝2000cc的水 就可以幫忙 預防這個腸道提早老化 然後可以避免便秘產生 而且我之前 還有聽人家講說 你腸道老 他就說 我現在跟腸道無關 你這句話罵多少人 對 你這樣跟我講 然後我就信了耶 我還是看腸胃科醫師 為什麼吸收不好啊 你就沒有辦法 你只要講到胸部大小 你都相信 其實聽醫生這樣講 我就想到其實 以我個人來說 年輕的時候 我們是因為工作關係 常常有時候在外地住 會認麻 所以有時候會兩三天 那個是自己故意的 女生真的會認麻 那其實有生過小孩 應該都知道 其實孕婦很容易便秘 可是如果生完之後 還繼續有便秘的問題 其實那就是個人身體的 上面的一些不適 那我就覺得 我是以前 我每次常常覺得 其實每天我都在吃東西 我每天吃 可是為什麼都兩三天才要辣 就東西吃到哪裡去 對 到底吃的都去哪了 所以就變成說 你就會長時間就會 一直覺得很不舒服 有一次最嚴重的是 我一直覺得我腹很痛 可是因為沒有那個想法 就覺得說糟了 我今天吃壞的東西 一到一月急診 醫生一定先照 要照片 照完之後他就 千尿姐 不好意思 你的腸子裡的那個 都有點經那個 算是阻塞了 他說我開那個軟便的那個 讓你先吃 然後先讓你排算 不然你知道那痛到 連腰都痛 沒錯 站起來 對 常常是有朋友說 那我接上你吃一個啦啦粉 他說那是一個 然後它的啦啦粉呢 就是很簡單 就是你們可以先拿來看 它的長的就這樣 小小一包 攜帶方便 打開就可以吃 吃起來感覺有點抹茶口味的感覺 其實現在很多人 都是外食 然後再來就是很多女孩子 都喜歡吃甜食 不然就是喜歡吃一些 澱粉累過 夠高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其實你們攝取多了 你們有其他的一些 什麼膳食纖維啦 蔬菜水果這些 來幫你做一些 這個 腸胃乳動促進代謝 其實是沒有辦法 把那些排掉的 那你也知道 腸道其實不健康 太多的一些東西 囤積在裡面 就會造成身體反應出來的 可能精神不濟啦 皮膚不好啦 什麼都會有 但是我也非常 醫生也知道嗎 腸道其實裡面 還是會有很多素便 你知道素便最多多到 可以長達高達7公斤 好多耶 7公斤 對 所以很多女生 你一直在減肥 減肥減肥減肥減了 其實腸道根本沒有乾淨 你還是很多的一些 你因為吃了太多的色食 素便 女生是滿過分 有的六七天 都不是只餐餐還在吃 對 是不是 到底吃到哪裡 然後它是從那個白種的 一些菌株裡面 來精選出其中的十幾種 來製作而成的 所以它這一個包覆的作用是 讓你吃進去的東西 它是直接通過胃酸 然後進到腸道裡面 然後就會促進消化 然後可以幫助你來排泄 還有它有日本最新的 一種乳酸菌 LOP28 所以我覺得這是 最高科技的一些新的產品 我必須講 便利的時候真的很不舒服 會 真的 就是你整個人 情緒也會不好 心情不好 然後就整個人 都感覺會爆炸 你知道嗎 如果你要讓身體健康 排泄正常 排泄順暢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它抹茶口味耶 對 對 它是抹茶口味的 因為其實像現在人 因為生活壓力大 根據我們統計 大概 對 那其實通常如果便秘的話 其實都會引發 我們藏到一些 不正常的一些 病變的部分 所以其實像我之前 就是有遇過一個案例 那它就是很 那女生 她在外頭 她都不敢上廁所 所以她有便衣 她全部都憋著 最高紀錄 她有兩個禮拜 沒有上廁所 她平常就是 都有喝蔬果汁 那她就覺得 她有吃蔬菜水果 結果有一次 她就是因為排便道 整個肚子脹到不行 所以她送急診 就一照 結果整個肚子 全部都是大病 對 然後她就嚇到了 我們剛剛講到便秘這個問題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 其實膳食纖維呢 它是可以刺激我們腸道蠕動 然後可以讓我們就是 讓我們大腦就是感覺有便衣 你要去上廁所 那其實我們去上廁所 也是把一個不好的代謝廢物 去把它排掉一個動作 因為太多的東西在我們腸道 我們很容易引發一些 我們所謂的一些 所以一定要多吃一些膳食纖維 讓我們腸道 把不要的東西代謝掉 然後剛好提到益生卷的部分 因為其實人體的菌 其實是佔人體大概1到2公斤重 有好菌跟壞菌 所以一定要 讓我們的好菌的一個比例 是比較多的 那這個好菌 就是主要在我們腸道發生作用 所以一定要讓它安全的通過胃 然後到達腸 然後才釋放出來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 剛剛有提到它比較特殊 是因為它有一個包覆的一個技術 所以它可以讓我們的 安全通過胃酸到達腸道 那剛剛提到的一個 其實這個商業酵素 就是從商業裡頭去萃取出來的 那這個酵素 它就是可以減少這些糖分 不管是碳水化而物 或者是精緻糖分 在我們的腸道被吸收 所以以整體來講的話 就是可以減少一些 不必要的一個糖分被人體吸收 那這樣子對我們身體來講 才是比較健康的 大家常常會聽營養師說嗎 就是我們要吃多吃蔬菜水果 可是你真的吃得了 那麼多的蔬菜水果的量嗎 其實沒有 那這裡面其實它就有萃取 就是綜合的蔬果 在裡面萃取 而且它是高膳食纖維的這個量 對 女生其實很可憐 就是很容易變馬桶 就像我之前去內地工作 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是蹲室的 可是我就是完全沒辦法蹲室上廁所 然後我就肚子的大便想說 現在是怎麼辦 是改變那個習慣比較重要 真的 機器會隨著時間而折舊 我們都說有折舊力 對 人也是一樣 那車有時候會可以開六七十年 就是在定期保養 人當然也是要定期保養 才能延長你的壽命 那你有時時關心你的身體嗎 所以呼籲大家常常做定期檢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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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再多觀看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